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可能說真的是很 很感謝可以再回來秋場上 我覺得那個對我來講是很難得的 因為我可能也快30歲 然後能夠打多久我也不曉得 其實我心態上做很大 就是剛後我整個人比較做很多改變 而且比賽我也比較挑釁很多 今年其實我真的沒有打很多比賽 都一直以我的生理跟心理物來做調整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其實真的也蠻享受我現在打球的時光 之後還有9月底的亞運 這也是對我來講也很期待 因為上一次的亞運我沒有參加的 然後這一次很榮幸可以再代表中華隊 來為國爭光 我覺得這是對我來講 然後是一個肯定 然後對我真的非常期待 真的非常期待 打這種團隊國家隊的時候啊 你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因為現在你也在裡面算是 就是有比較 之前了 你通常會給自己一些什麼樣的角色嗎 在這樣的團隊裡面 我覺得就是跟 我其實跟大家都蠻 蠻OK的啦 就沒有大家都是很好玩 然後沒有什麼代溝 對大家都是非常的 呃 因為我 我覺得這種感覺很棒啊 不是說只有 因為打球的時候 大家都比較緊繃嘛 然後場外可能大家會比較 欸放鬆一點還是說怎麼樣 就是我覺得那反而會比較好玩 對啊 然後我想問是 這一年對你來講 是很棒的一年 對不對 不管是在職業賽事問網 然後說ADD賽事 又再到八強 然後有個禁國家隊 對你來講 你會覺得是一個很棒的一年嗎 會很棒的一年 對 然後 對啊 所以今年才過一半嘛 所以之後後半年 看說會不會更精彩一點 我講的一定會 對啊 所以明天這樣會更好 對 當然